接下來我們做的這個跑碼燈 它是一樣是繞著這個 外圍旋轉 但是我們現在正在按鍵A的功能 按下A之後呢它會逆轉 我們現在做的就是逆轉 所以你要思考的是 我按下A之後我到底做了什麼改變 我是不是把那個 本來是X加1的變成X-1 或者是Y本來是-1的變成Y要加1 用這種方式去控制 但是四個點也有一個變化 四個點上呢 它本來是往這邊走 往這邊走的時候呢 是Y會加1 但是X不動 但是它變成往這邊走的時候呢 因為碰到這個點上 如果是逆轉的話 碰到這個點是要往這邊走 變成X-1 然後Y是不動的 這是變化 每個點上要判斷說我現在是正轉逆轉 正轉逆轉的時候呢 所以你可以增加一個變數 讓A按鈕1按的時候呢 這個變數會做一個改變 從正1變成負1 所以從正1來決定它是順時針 負1來變成逆時針 從正1負1呢 來做一個調整 你的變數XY應該怎麼樣做變化 以上就是這個作業 以上就是這個作業 來做一個改變 來做一個改變 來做一個改變